我求房上去以后 也没有什么机会啊 看一下这一杆防守的质量不低 这种局面很难解开 两个人就是这么 你一杆我一杆防下去 这就麻烦了 看看母球去往最左侧边 当然也没露 给右下方底带打不了 母球别摔带啊 看一下母球的一个落位 还不错 也没有啥机会 十字回球 你最右侧边 最右侧的这一颗红球 宝球 还是回到顶库 留带口了 看看有没有传球 这个左下方底带带口球 传进会很赚啊 因为现在球队已经带开 缺就缺一个上手的机会 来电影会准一杆 漂亮 组合球上手 嗯 踢一下咖啡 看看右边中带啊 黄球 黄球打进 这样左下方底带还有下球 这就进入到丁俊辉的节奏当中了 上手以后你围球吧 他是可以围几套的 左下方底带向上的角度 吃库调低分值 好绿球打进 一铺下来 看看左下方底带还有下 基本上这个这些球都得 冲着左下底来叫的 调一颗篮球 篮球直接向下一点点的角度推下来 低竿蹬下来 也可以 好 粉球旁边的 粉球左上方的这一颗 好打进切粉球了 好打进切粉球了 好 粉球打进右下方底带的红球 三颗红球最上方的这一颗 马出要凉 这种短局制的比赛 这种就是说 前16的选手被淘汰的概率还是很大的 因为我们不能保证每一位选手他的状态都好 也不能保证他的对手 哪个对手状态都不好 对吧 一旦状态好 搜搜搜 三次局就结束了 篮球留了一个向上的角度 往回一拉 让左下方底带用中台来调 26 把劲两裤起来 还是来调篮球 这回角度留向上了 向上就得发力绕台 或者说直接从上方登衣裤下来 选择了登衣裤 登衣裤的话还是接左下底 就是最下方的这一颗了 好 这回接到粉球 粉球打进 左边看看中弹还是左下底的组合球 反正这一根较位叫的不是太理想了 而且现在已经没有太简单的红球可以打了 组合球上手 这个强行续命接上了 粉球 粉球中带打一颗 然后最上方的这颗红球 还有一个薄球 最上方一颗 然后黑球旁边一颗 这两号起离掉 就超分了 是吧 薄球薄劲 吃酷弹起来 别挡住 还能打到 免先55 台面59 打进这一颗超分 好球 顺利超分 看一下 直接反切 反切左下底 16 这颗红球打进 这就彻底保下了 本球的中带可以连接上 中带打进 最左下方 最下方的这颗 好球 还有下球 看看最后一颗红球 依然是非常有难度的 大角度 切薄球 没了 这样4比1 恭喜丁俊辉战胜了马树 然后一群 嗯 关键 吉要 优独的人 好的 对